第三 若做加行的功课 行则应该正常算 不是算哪一篇等于一千遍 无论有没有功德加倍 念一遍还是一遍 如此累计十万或更多 虽然功德本身是不可得 在四十对应该不断地行善 因为没有行恶而成就的佛菩萨 这是弟子的领悟不知对佛 当然对了 哪里有行恶的佛菩萨 那当然是对了 你的领悟是正确的 我们正常在算这个 在数 有的人用念咒用技术的 念佛也是用技术的 一遍就是一遍 你不要做功德响 但是你用千转伦法 是可以的 但是你不做功德响 但是你不做功德响 一遍还是一遍 不要做功德响 这个 这个小刘的这个认知 是对的 是对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